謝謝你贊助 這裡可以像不看硬體規格也不做無聊的保分 只看每一個產品設計的使用者體驗 並且給出自身的心得結語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肥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介紹的 是你們問我很久的一個問題 就是電視盒所使用的遙控器 有沒有其他第三方的可以替代 然後可以完美的配飾 那因為你們知道阿肥一直在強調一個觀念 就是只有他原廠的遙控器才會是最好優化過的 如果你用第三方的話 他即使有語音的功能 可能他也沒有辦法使用 那再一次阿肥就是找到市面上 我覺得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呢,他的資源的功能蠻多的 也有語音輸入的功能 重點是他是配置很多安卓介面的電視盒的遙控器 那這是第三方的遙控器 再來介紹給你們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阿肥買了哪幾支遙控器吧 我們現在看到第一支遙控器 這個錐子形狀的遙控器 不過阿肥自己本身是比較喜歡這種 呃... 比較方方正正的遙控器 這種錐子形狀 雖然握持的手感很不錯 但是阿... 這不是我的菜 第二款則是蠻常見的配置 下面有這個數字鍵 然後上面呢 則設置有這個語音輸入的功能 那我這一次介紹的每一款都是有語音輸入的功能 等一下也會跟你們來測試看看 會不會有不自願的狀況發生 第三支則是最特別的一支 它後面呢 則是配置有實體的鍵盤 欸沒有錯 等一下呢 阿肥也會測試給你們看 它後面的這個按鍵 對於這個電視盒它的支援性 到底好不好 最後一支呢 則是由台灣雷爵推出的遙控器 欸 它也是唯一一款 有配置防罪神的遙控器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飛鼠的功能 它號稱呢 它的飛鼠裡面所用的陀螺椅 是跟Wii一樣等級的陀螺椅 那等一下呢 也會實際測試給你們看 好 我現在用的電視盒呢 是普世的電視盒 坦白說我試過了 夢想、普世、安博、易波 他們都是一樣的狀況 那這邊呢 我會跟你們講 為什麼阿肥之前呢 都不太推薦你們使用 這種第三方的遙控器 來操控我剛才列絕的 這一種的電視盒 來 原因就是這樣 我用第一支遙控器 示範給你們看 怎麼看不出來 來 第一支遙控器哦 這個TV SOGA呢 是我安裝在普世電視盒裡面的 那它呢 是有什麼 有語音輸入的功能 所以這個可以直接測試 它的語音輸入 可不可以用這支遙控器來做測試 來我們直接試試看 真實體驗 哇你看 它只有辦法搜尋這個原生的 Google的語音輸入 所以它沒有辦法支援到 這個TV SOGA上面去 來 第二支遙控器 真實體驗 哦 這一個是有辦法收到的 你們看 這個呢 其實 我說認真的 阿伯沒有辦法跟你們判斷說 到底哪一支遙控器 它有辦法搜尋 這個TV SOGA 哪一支遙控器 沒有辦法搜尋 因為啊 它在這個裡面的搜尋 有分為 電視盒它自己本身的搜尋 還有呢 Google本身的搜尋 那 它在判斷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它是怎麼判斷的 像 第一支遙控器 它直接跳成Google的搜尋 語音助理 那 第二支遙控器呢 它可以直接 透過這個 App裡面就可以搜尋得到 所以它是一個 我沒有辦法在我買它之前 就知道它規格所支援的 語音輸入到底是什麼樣子 一定要買來測試之後才知道 好 過來 第三支 真實體驗 好 你們可以看到 這一支 貌似沒有辦法使用 最後一支 真實體驗 沒有辦法 它的語音輸入的功能 在普世上面 我完全用不出來 那 我自己在實測 在安博盒子 夢想它們上面呢 它也是幾乎很難有支援的 那個項目 真實體驗 好 一樣 這支雷絕在普世的這些電視盒上面 它也是沒有辦法收到它的語音功能 那我接下來會換成另外一種類型的電視盒來介紹給你們 因為啊 你們也看到了 像是安博 普世 易波 還有夢想 它們這類型的電視盒的遙控器都有專門自己的特殊優化在 所以說啊 它的語音輸入功能呢 是沒有辦法用第三方的遙控器來使用的 那 我等一下呢 就換成另外一種的電視盒 它是原生呢 帶有安卓TV介面電視盒 那這一種就是我俗稱的 跟你們說過 沒有任何好用APP的電視盒 來測試給你們看 好 為求公平 阿肥換成小米盒子 這個小米盒子的遙控器 齁 來 這樣子 齁 直接打開TV授牌來測試給你們看 來 真實體驗 喔 有 直接就搜尋出來 真實體驗 一樣 也是可以搜尋 不錯喔 真實體驗 喔 有 欸 剛才在這個普世上面沒有的 它在這邊有出現了 真實體驗 都可以 太好了 有沒有 阿肥剛才在講的 就是 只要啊 是這一種有好用APP的 那一種電視盒 他們的遙控器通常都已經配飾過自己的電視盒了 所以你在用這一種第三方的遙控器來做的時候呢 其實就沒有那麼好的操控 那像這一種小米盒子啊 或是一些它原生就是帶安卓TV介面的這一種電視盒來說 就非常的方便啦 這種第三方的遙控器就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那 好 我現在呢就來測試一下它們的飛鼠功能給你們看 現在用第一支遙控器齁 它的飛鼠功能 來 我把它打開 OK 來 嗯 我覺得它的飛鼠功能的這個滑鼠有點滑 而且格數有點大 你們看齁 這樣子 有沒有有沒有 好 換第二支 喔 這一支的飛鼠功能 欸 我覺得它的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因為飛鼠在用的時候啊 有沒有感覺到它的這個裡面的陀螺椅 它在動的時候的格子的數 是多少 這個還蠻直覺的 這一支還蠻直覺的 第二支還蠻直覺的 就是我移過了一些支是很順的 不會說會有很大的便移 剛才第一支便移就比較大 這一支 第三支 有鍵盤的 打開 這個太快了 它格子移得很快 有沒有 哇哇哇哇 我這樣稍微這樣子滑一下 它格子一動就動很多 所以你如果手有點抖的話 你們看齁 如果阿肥手抖的話 你看 它可以動很大 所以這個的話 使用起來飛鼠的體驗就沒有很好 就是帶劍牌第三支 好過來是這個雷絕的齁 雷絕的飛鼠打開 這支用起來雷絕的使用感覺 它很黏 就是它的滑鼠的鼠標 是這樣子黏著的 所以我要往右上角 我要往左下角 我要在一個地方停住 過來 再過來 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跟第二支比起來 然後啊 它們兩支我覺得薄重之間 但是啊 雷絕的這種調式 它是調比較黏的 會讓我覺得比較喜歡 好 這是飛鼠功能的測試 過來了 則是要測試它們打字的部分 就是每一支遙控器上面 不是都有數字鍵嗎 那就要看它在上面的輸入 是不是正常可以使用的 那像第三支的地方呢 我會測試它打字有沒有問題 在這邊一併做測試 來 我現在用第一支追值啊 這個 我測試它上面這個數字鍵可不可以使用 123456789 OK 沒有問題了 第二支哦 來 一樣 123456789 OK 123456789 喔說認真 它這個按鍵呢 那個塑膠感很重 其實第三支的這個 按壓感覺我比較不是很喜歡 然後過來反過來 這裡是中文嘛 我有沒有辦法打 I N H F A T 嗯 可以打 不過很奇怪 有時候我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出現兩個英文字 那我來測試看看中文的部分 切成注音 來 大 加 好 好 好 哇 你們看 沒辦法耶 它完全沒有資源耶 它的中文是沒有辦法直接連打的 它必須要自己選字才行 就是為了這支雷訣的 雷訣的 好 點進去 OK 它的數字鍵是沒有問題的 噢 好啦 那就就是 阿斐前陣子 就是 啊 你們一直問阿斐說 可不可以介紹遙控器 那 為什麼我一直沒有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你們也看到了 其實 很多的那個 遙控器它的資源性非常的差 不然的話 就是測試起來 非常的失望 那這個第三方遙控器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不過 你們知道阿斐的個性啦 這些遙控器我不打算留在手邊 所以 這四支 1234 送給你們 你們要哪一支 就在底下留言打哪一支 啊 只能打一個號碼哦 只能打一個號碼哦 阿拉伯數字的號碼哦 選擇你要的那支打 好 那 記得 記得 幫阿斐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 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 訂閱 分享 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LINE IGFB 我是阿斐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Bye Bye 久不見了 都 我愛你 不會 這是我的